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有点对不起主持人 因为实在是太后她把注释的部分扣掉的话 她还有大概600页 不过不奇怪啦 因为你喜欢挑记者写的书 对我觉得有一些脉络性的东西 它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篇幅才能够解释清楚 那这个她的原文的作者叫Trip Mikkel嘛 就是特里普米克尔 她是一个纽约时报的科技线的记者 然后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追踪Apple这家公司 那我也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次介绍这本书 因为你是苹果的股东 你知道吗 我要热烈欢迎一下苹果的股东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 摸一次摸一次 多谢菜多谢菜 欸当苹果的股东不容易啊 我大概买了快六年了 了不起啊 你跟巴菲特买的时间是一样的 没有啦比他晚比他晚 他一定比我早 他那个披露的时候 我才刚开户而已 哦因为他买了六年了嘛 差不多了 我比他晚一点我还不到六年 那我那个时候其实 纯粹只是因为我想要去 他那边开股东会 我之前买亚马逊也是这样嘛 3417美元 你会不会为了记者 这件的生涯牺牲太多你的钱 因为我觉得那个出差那样一趟 一定是很有趣的嘛 因为一般人去西雅图 不可能去亚马逊股东会嘛 那一般人去Carpertino 也不可能去Apple股东会 因为你就不是股东嘛 去不了嘛 如果说可以 可以顺便安排一个行程 我觉得就 还蛮有意思的 嗯 因为通常你这辈子 大概不会去西雅图嘛 那如果能够去的话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那还有就是 嗯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 其实我觉得 矽谷这么多公司 或者说 美国这么多大型的企业 没有一家公司 跟台湾这么多的 厂商之间的往来 是这么密切的 嗯 对 从鸿海 然后台积 嗯 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下游的供应商 玻璃的啊 甚至连那个 Apple的那个纸盒 也都是台商做的 哇 有一家台商就职业的台商 也很有名很大 很大家喔 他就曾经分析过 你如果把那个iPhone的盒子打开的时候 嗯 你这样两只手各拿一边 你不是这样 嘶一下就打开了喔 嗯 你如果这样放在 放在你的一只手上 嗯 他是会慢慢的滑下来 他是有一个 是吗 很和缓的一个速度 他不是这样 然后整只手机 就这样摊开在你面前 他有一个好像 欸好像 揭开序幕的过程 欸好像 好像有个开箱 有一种 对 纸盒的那个胶是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这个指滑 跟滑动的比例 你不会一下子打开 啊连这么细节 对 那种感觉 对 所以苹果就是一个 我觉得充满了很多细节 嗯 然后很神秘的公司 很神秘这点 跟亚马逊是非常像的 就是他们 严格禁止披露这个 所谓的这个 嗯 卡帕丘总部的 所谓所有的细节 所以这本书 为什么会这么厚 是因为他当中的注释 有非常多 太多了 包括来自于历史报道啦 文献啊 判决啦 嗯 然后作者个人的访谈的记录 那当然绝大多数的访谈 其实都不能够被具名 因为苹果是有非常强力的罚则 去惩罚这些 包括供应商的披露 包括像是这个 内部员工的披露 所以有一个 号称最强的 苹果分析师郭明奇 嗯 他就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 我我个人是相信 他应该在苹果 有认识非常多人 因为他可以 他都可以提前的揭露 一些苹果产品的细节 而且抓得很准确 嗯 所以我所以我觉得他 而且只有他 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在Apple上班 他也不会告诉我 Apple的细节 嗯 可是那为什么他都有能够 所谓的这个 我没有人在苹果上班 对 所以这本书我相信是 大家在了解 你手上的一些 Apple的器材的时候 嗯 关于他整个人物 高层人物的一些 经营的发展史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 嗯 特别是他的书名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虽然他的中文叫做 苹果进行式 大字在这里 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 他的英文原来的名字更精彩 我念给大家听 嗯 这本书叫做 After Steve How Apple became a trillion dollar company and lost its soul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贾伯斯之后 他的身后 嗯 蘋果如何成为一家 上造市值的公司 重点在最后一句 嗯 然后呢失去了他的灵魂 嗯 哇 最后这一半就是 哇 你会觉得说他这本书 其实不是一个很 很很很很正面 或者说很成功的 一味赞美的 这样子的叙述 而且啊 我这个出版是很用心 我觉得 这是我一厢情愿的解读啦 嗯 你会看完 看完之后你会觉得 贾伯斯跟这个 首席设计师艾夫呢 他们黑色白色 一个人像黑色 一个人像白色 对对对对 然后呢 那库克库克是什么呢 库克就是这本书的颜色 就是灰色 他没什么特别的 哇 原来是如此啊 他没什么特别 你看起来哦 就是一个邻家大叔 然后努力工作 然后然后就这样 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一个 你心中就是这样的中年大叔 他把这家公司 从一个很多惊喜 然后很多超乎一般人想象的 科技开发的细节的产品的公司 把他变成一个非常有规律 然后让投资人非常满意 嗯 然后成为世界第一 嗯 但是同时又被很多的果粉 每年都是一定固定要算一次 就是说你看这个iPhone就是 变长变宽 然后进口 刘海没刘海 有刘海没刘海 动态倒没动态倒 嗯 而已 没了 对 所以这就是在一个一个创新与否的过程当中 摆荡跟角力跟牺牲的故事 嗯 而且我觉得很在乎就是他的设计 那真的是一个天才 就算没有苹果的logo 他也有苹果的灵魂 都不用logo了 你就知道他就是苹果了 对 太多的细节 就像你刚刚讲的盒子的细节 很多的细节 太多的细节 也就让他做他就是苹果 而且他里面也提到 包括像鸿海啊 这样子的一些台商的贡献 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你说Apple是 他在这个反垄断的审查当中 他在回应国会的一些 结问的时候 国会当然会质疑说 Apple是不是垄断 Apple不是垄断啊 Apple在全球iPhone市占率 没有很高啊 三星才是最高的啊 那可是 他是软体商吗 他不是软体商 嗯 那他是硬体商吗 他也没有做东西 他只是把这个包商的产品 合格的产品拿过来 然后拿去卖 所以他也不是硬体商 他是开发商吗 某种程度上是 好像也不是 他每一个角色都不是最大的 但他都非常的赚钱 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的角色 我觉得在 在库克的手里 让苹果变成一个 真的是消费品 所以我自己在解读 为什么巴菲特会买 是因为他到了一定程度的 消费者离不开了 每年可能有十亿台Apple装置 在全世界运作 然后可能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 每年会需要太久换新 所以呢 iPhone的发表 也许不用再像以前 让你觉得 哇哦好大 哇哦好精彩 然后你就还是会拿去换 虽然你会觉得说 哦根本没创新 哦只是镜头 话数加大了 或者说只是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就要换手机 但是这就跟 这就跟什么 就跟车子 就习惯了 对就跟铅笔盒一样 但是是一个非常贵的铅笔盒 嗯 但他在同时呢 我觉得Apple 他做了很多事情就是 他是试图去侵占 根本原来不属于他的领土 比如说信用卡 好我们待会就从这个 啊贾伯斯好不好 就是啊他来谈谈他的一个状况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听手好听的歌 这就是 我的 哈就接触不良 那这我这有他的问题啊 因为 这是我个人的 可是他就要有个接头 那这接头就常常会 那你不觉得那个 对他又没声音 我就觉得很讨厌 对啊要不要接另外一号 不然你就用听 我接我听 要不然你就是用 他好像就是 我觉得我掌握不到他那个 高低的那个 他 嗯 有啦 有了 但不能动对不对 有 有了吗 因为你不能 对我不能把它压下去 就这样而已 有没有 啊 有齁 然后这个看一下你就往这边 你看这都有秘诀的 因为他那个接触 有有有 有 反正呢他们那个 他们工程师都跟我说 不要插那么进去 所以 你看他是浮在那边的 哦 然后这个就是完全卡进去的 对 他每次那样跟我讲 我都快要狂笑 嗯 好这个只有直播这边能听到 对 有人说我们有穿好搭的色系 真的吗 没有啊 天气变冷了啦 穿这样还是会有点冷 穿这样在外面有点冷 真的哦 对啊 你没带个围巾 对对对我没有带 对 因为刚刚坐车来 你怎么来 坐計程车 哦 从公司来啊 嗯 对 公司来其实还好耶 公司来是从内湖吗 嗯 嗯 那你都怎么上班啊 坐捷运啊 哦 坐到港前 那个西湖 哦坐到西湖 对 人好多 上班下班时代人好多 真的是很可怕 开车不能开啊 超可怕 那个就很像那个叫什么 私宿列车 就上下班的时候 私宿列车 嗯 对啊 大家可以讲一下啊 我觉得他们三个 好你要先讲 你先讲那个吗 就是Apple在贾伯斯死之后的变化 还是要先讲库克 就是在他死之后 我觉得有一些变化 像以前贾伯斯很讨厌配席 嗯 可是在营运长的库克的眼中 就只好配 他是一个调度的人才 所以他会觉得 让投资人满意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配席就开始 当然配不多啦 但是每季都配 然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配席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他开始配席 会不会也是巴菲特要买的一个因素 有可能 有可能我也觉得 对 然后他开始买库长股嘛 嗯 就是他已经 然后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 这个LINE那边讲过 就是分割加上库长股 分割加上库长股 分割就跟除权一样嘛 对 那然后在库 那在实质上 真的买很多库长股 不是讲一讲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是 有在回购嘛 是美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对 大多头的动力 嗯 因为很多公司我看到都是 我要库长股 100万股 但实际上我买 我买1000股 2000股 都没有在动 但但像这些公司不是这样 这些公司就是 真的有买? 然后穷尽他的力量 我会说我就一定会买到 买到顶 就真的会买? 然后股价就会慢慢上去 哦 对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也是 我也是开始买美股之后 我才领悟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分割跟库长股的威力 是很大的 诶 那那个什么 那个Johnny 那个艾福 他是 他是去创业啊? 他就做了一个顾问公司 对 然后他实质上跟苹果 还是有一个顾问约 还是有合作啦 对 因为他不能 某种程度上他不能被挖角 所以苹果就 就是用黄金降火爪把他绑住 哦 对 他离职的离职金好像一亿美元 对 他家超级漂亮的 白色的别墅 白色的穹顶 天啊 然后他开始就是跑车 然后他跟库克就是 诶 我觉得他直啊 对对对 他跟库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真的直欸 对 你看那个吗 你看那个足球赛吗 没有 因为时间实在是有点尴尬 特别是这个昨天开始的 昨天开始的都是半夜三点的 嗯 对啊可能到第二轮再说吧 嗯 对啊 我的podcast我有做一集是 介绍那个足球赛的 那个我找那个球评来介绍 找那个实名景 哦 对他讲得很好 他写了一本书啊 真的啊 那个朱老师在这边骂翻了 真的啊 他说没有一个球评 没有一个主播厉害的 乱爆 那实名景真的真的不错 我传给你 好啊 真的不错 那我问朱老师 你问他 他真的很帅 他一直骂 真的哦 因为他是喜欢看的人 朱老师这么这么热血 我我我今天还讲吗 我说那个炎华找我去看嘛 因为他们有那个 有租了一个场地嘛 炎华做电脑 炎华对工业电脑 对他们有租一个场地 要找我去看 我跟他说我老太太 我看不懂 哈哈 不会啊不会啊就是 就是要看才看得懂 嗯 对啊 好像12月18号冠军赛嘛 我没记错的话 对12月18 对对对对 12月18冠军赛 我大概只知道这种花边新闻 对很好看啊 有人说他有听你那集耶 那个球评真的不错 他真的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假的 好你传给我啊 传给我 很专业 嗯 对啊 所以他要用裁判资格 所以他特别特别的特别的 真的啊 对啊 欸好了耶 废荣洞好嘞 好厉害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啊这个周祺元 那么老周来聊一聊整个的苹果在贾伯斯啊过市之后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了哈 其实书上有提到一些你自己有一些观察 特别你是那个股东真的观察入围啊跟大家分析一下他过市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以前贾伯斯在的时候公司不喜欢配息嗯 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他曾经连续15年左右不配息嗯嗯 然后但是他后来让你赚了非常多倍嗯 像我买的apple虽然只有几股但是我记得嗯到现在应该涨了两倍多嗯 对我也几股而已啦不可能改变我的人生啊两倍啊对但是就放着什么事都不做嘛 嗯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说这个什么生存者的谬误嗯 生存者的偏差就是说欸你不能说这个这个现在大涨的股票确实就是啊他特别的厉害 所以这是一种生存者的误差我也要提醒大家嗯 不过贾伯斯生前跟死后就是在交给库克嗯管理的前后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差别是他的股力政策嗯对 然后啊刚才我在在休息的时候我有跟韵芬姐提到哦 就是说股力然后库长股加上分割因为前两年苹果有一次分割嘛 嗯嗯今年特斯拉又分割然后亚马逊也有分割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苹果的这个股股票分割 然后加上库长股这件事情呢嗯确实是驱动他这几年哦 我们这个书封后面有写到说嗯 试试十年之后apple股价飙涨十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嗯 因为呢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他分割之后就好像出权 股票总数变多了但同时呢他又不断的实行库长股 嗯在这个好的业绩有做到业绩预告的这个趋势之下呢 嗯股价会慢慢上去为什么慢慢上去呢 因为因为市场中比较没有那么多股票啦 因为apple自己把自己股票买走啦嗯对不对 这个同时你会发现诶他也有做到而且公司同时在确实执行库长股 那同时他也有正向的业绩预告这是一个好的嗯 我们说的这个业绩的飞轮嗯这个股价的飞轮 所以他会慢慢的成长然后他就水涨船高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要做到这件事情 以apple的体积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你要知道他每年可是卖好几千万只手机啊 他只要有一点点的闪失一个设计的缺陷或者是问题 他就会被大肆的嘲讽会大酸特酸嗯 尤其是在一个他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的情况底下 嗯嗯对所以大家会特别的拿放大镜来检视 现在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嘛嗯 那沙烏蒂那个Aremco不一样 Aremco那是卖的是石油嗯 是从他的是从他的主产里面生产的 对而不一样 跟apple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苹果我觉得在贾伯斯的这个时代很注重创新嗯 所以在他的时代呢可能我们待会下一段我们会提到这个艾夫啊 贾伯斯跟艾夫的关于这个艺术然后创新的这个才能呢 让苹果在那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所谓化时代的产品 真的而且我觉得艾夫其实以前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 是在贾伯斯回锅之后了对啊 所以我觉得世卫知己则死啊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两个的交情啊 好第一个就是以前不配息然后现在有配息了对 然后股价其实也都是哇大幅的上涨了对 而且而且上涨到我相信可能不管贾伯斯自己 或者说库克或者说任何一个他的股东 他的法人股东散户都没有想象的一个程度 嗯就是他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公司 然后虽然他产量或者说销量或者说用户不是世界上最多 嗯但他的一举一动除了影响他的用户 所有他的对手都在研究都在模仿 嗯对这一点我相信也是其他可能是任何的品牌做不到的事情 嗯就他的一切都是在被大家模仿的 比如说嗯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 他一开始推出那个AirPods的时候 嗯一开始我记得我印象很深 我在发一些转发报道的时候 嗯网路上面有人说这这哪有什么 白色的耳屎大家有看过吗 哈哈哈哈OK 讲这么难听啊 我印象非常深就有人说说是这个样子 嗯但是事到如今 是不是大家都在模仿这白色耳屎 对对对对对 那那那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创性的事情 嗯因为因为其实呃 蘋果虽然说他的灵魂是创新 可是他都不是做第一个哦嗯 嗯我后来发现就是不管是这种触控式的手机 对对 他并不是第一个做他 我记得以前多普达就有在做 嗯所以他并不是第一个 然后Palm那种PDA 嗯现在大家可能听节目的人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PDA 听得懂听得懂不要装年轻 知道PDA的基本上 我们都有用过胖我还用过了 那种有四十块了齁 大概要先冷了齁 那PDA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智慧型手机嘛 所以苹果都不是做第一个 嗯那你看蓝牙耳机 以前的蓝牙耳机是后面有一条线 对对对 连着两个耳机 那是最初的 他也不是第一个做 嗯所以我觉得苹果的专场 与其说是创新 嗯不如说是改良创新 他先看人家的创新 嗯看了之后用他独特的美学 哦用这个以艾夫为首的设计团队去改造他 嗯嗯 然后比如说再再举一个例子 像那个超轻薄的那个笔电 嗯他们后来做的那个MacBook Air 嗯 超轻薄他也不是第一个做啊 嗯但是用整块的铝板 实心的铝板去去切削 然后抛光 嗯去做出一个超轻笔电 我非常喜欢 对那就是 那就是他的版本的创新 嗯所以我觉得苹果真正影响大家的能力 或者说特长 是他以艺术为首 嗯的一个创新的改良的能力 嗯而不是创新能力 那而且我也我也要 我也要替库克说一些话就是 我我自己的解读哦 创新是很危险 嗯 为什么 可是如果你刚讲的创新是在既有的东西 再加一点呃变化 对 我觉得那就不危险了 对对对 嗯创新是很危险的 嗯创新如果失败了 如果你是没有上市公司那就算了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的话 嗯 你会赔掉股东的钱 嗯 股东会在明年的股东会上骂你 要你下台 然后那你就要开始想办法保住你的经营权 就要做很多不愉快的流程跟事情 哦对 是啊 但是Apple呢早期其实也经历过这一段 所以导致贾伯斯离开了嘛 对我们待会会来聊聊库克这一段 对 我觉得库克蛮倒霉的 他也没有贾伯斯帅 然后呢也没有他的那个 对不对 贾伯斯也不是很帅啦 我觉得他就是 但是人家穿那个伊森米亚基 对不对 多少人模仿他 是啊 然后黑色 对不对 但他的黑真漂亮 嗯 对我觉得然后他的白色也是也是一个特点 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iPhone4的时候 iPhone4延迟出货是因为他背板的那个白 你看他的白也是很特别的白 对不到他要求的标准 所以最后iPhone4是延后的 诶 人家有的黑可以穿的很好看 有的黑穿的就是灰头土脸的 人家贾伯斯穿的是真的很好看 这很像那个 穿着Prada的恶魔 嗯 里面那个安海瑟威不是说 这不是都一样吗 对 对对对 美丽紫瑞夫那段 我觉得这蛮像的 对对对对 就对于颜色的那个 的那个表现 对对对对 那个还蛮好看 对对对对 然后他不是把他抓去 抓去大改造 对对 超赞的 然后他还说 哦原来有这么多蓝啊 有海军蓝什么蓝什么蓝 什么蓝什么蓝 啊有这么多颜色 对 那部片很好看 他说什么艾尔达在求瓶很烂啊 对 朱老师好像说的是艾尔达 哈哈哈 我我我找的那个 因为你是专业体育台啊 对我找的那个 干嘛车啊 我找的那个球瓶 又不是我讲的 我找的那个球瓶是 他是介绍开幕战跟冠军战的 所以理论上应该有一定水准 朱老师的意思是说 那你有那个 就是你可以国外有也有球瓶嘛 对 你就英文好一点翻译一下嘛 对 然后他秋秋气到把那个声音关掉 因为他喜欢看 他就把声音关掉 对 天啊 嗯 好吧 那你赶快跟他讲 对啊 你赶快跟他讲 这个球瓶不错 对对 因为他之前有来这边聊 我就觉得说 嗯对啊 台湾对于运动这件事情 还真的没有那么热衷 对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 我讲那个球瓶你也可以找他来介绍一下 真的啊 可是我听不懂耶 不会不会 很浅显易懂 哦真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 好 欢迎收听老周的Money Talk 好好好 欢迎收听老周 真的 我看你也是做开心的齁 是啊 对啊 他那本书就是介绍这次参加的32队 哦 就是32队所有的球风 然后 然后那个 胜出机会 他有讲 他说他最看好的是西班牙 巴西 阿根廷跟荷兰 哦 对 但是有可能巴阿强就是会碰到巴西对阿根廷 哦 对一定会一定会死一对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那么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疯传媒财经中心的主任周启元 大家如果喜欢听他的Pakest 你可以找一下老周的Money Talk 好 这个老周非常努力啊 他年纪轻轻的 可是他叫老周啦 好 我们要跟大家来 呃 谈一谈啊 就是库克好不好 要谈库克吗 可以啊 嗯 在书里面他有写到说 艾夫是冷静矜持的艺术家的性格 嗯 然后追求完美 嗯 然后他在谈设计成品的时候 他最讨厌 我先讲一下一下艾夫 艾夫是最讨厌 那我要花大大时间讲欸 艾夫最讨厌人家 先讲成本再讲效果 那当然啦 艺术家都这样啊 反过来库克就是 库克就是 先讲求不相身体 再求疗效 就是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 欸没错 欸库克 库克有贾伯斯帅嘛 库克就大家一上任的时候 真不看好他耶 所以相对于刚才艾夫说 被说是冷静矜持的艺术家 那库克就是一个低调无趣的 有点像是会计师这样的性格 你看非常多你多好 他把你的帕可以做 真的太感人了 然后 然后他在 库克在整个他的职业生涯里面 他就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兢兢业业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在书里面提到 他每天早上四点钟以前 以前哦 每天早上四点钟以前起床 嗯 然后会做运动 然后开着他的Honda的车 嗯 早期啊 在苹果进入 进入苹果的早期 开着Honda的车 从他那个15.2平的家 嗯 开车到Apple 哎呦你要特别强调 对我要特别换算了一下 他家在当时的这个水准 嗯 以美国人来说 一个人虽然是独居 但是一个人住在只有15平大的房子 嗯 好像是有一点委屈跟 嗯 孤独了 嗯 对然后以至于这个贾伯斯 经常会觉得 这家伙完全没有社交生活 然后他早上起床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睡觉 然后他都独自运动 独自吃饭 然后独自去去旅行 跟独自做水聊等等的 就是非常完全的 没有一个 嗯 社交生活 所以经常贾伯斯会找他 去他家吃饭 嗯 然后呢 替他邀一些替库克邀一些朋友 嗯 打开他的人际圈子 嗯 然后让这个 已经扮演好 营运角色 管理的角色的 这样子的库克 嗯 能够多一些人位 然后多一些 在这个管理的权限上 能够体察的这样子的眼光 嗯 那我想这是贾伯斯 作为一个领导者 有感觉到 库克 可能会继承他作为 最高管理阶层的 嗯 一个潜在的能力 嗯 对 这是库克的潜力 但他确实也是他的局限 嗯 他会非常精准的去问一些问题 比如说 今天的这个 合格的出货率 是98% 那他会说 那2%是什么 是工人呃 耽误了 还是产线耽误了 还是没有没有料 像现在很多缺工缺料嘛 嗯 他会希望 你把那2%解决 那等等回到 这2%的回答出来这个问题之后 他会进一步的问你 你是今天会解决 明天会解决 还是下礼拜会解决 这很像 王永庆先生的这个问答 王永庆先生就是追根究底嘛 嗯 然后呢 去反复的去去探求 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 那很多时候 库克跟他建立出来的团队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 就是像库克本人就剪短头发 啊 然后呢瘦瘦的 然后吃很简单的东西 嗯 他的东西是用 吃那个肉跟素材 有一些是用蒸的 嗯嗯 对 就是你听到用蒸的你就会 你就会 嗯 好 对对对 听说他也蛮蛮就是一个 像清教徒一样的 所以我是 他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对我刚才有提到 他开着Honda的车 从他那15平的家 然后呢 非常早的时间 就到了Apple的总部上班 所以 所以从这个几个细节 这本书很传神的传达出了 这些人的一些细节 这个是 我觉得是记者的天赋 嗯 跟能力所在 那描写出来的库克呢 还有他一手建立的团队 都有这样子的灰色的特质 嗯 就是不出色 不张扬 不显眼 哦 然后呢管理好这个团队 那大家都在庆祝那98%的 成功出货率的时候 他们要负责把那2%解决 他们希望能够至少要提高到99% 那这样子的人非常适合做 营运管理啊 然后供应链管理啊 这也确实是库克带给很多的 台商的痛苦的所在 大家可能有耳闻过 但是也许不甚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帮Apple做订单 嗯 是又光荣又痛苦的 嗯嗯嗯 又让人回味又痛苦 这大概跟你的初恋差不多 最近那个Netflix 那个First Love 非常非常的红 我那个脸书版上被洗版 就是每个人都在怀念自己的初恋 真的假的啊 库克带给你的这个压力跟痛苦 可能就跟初恋一样 好那你谈一谈你的初恋吧 这个可能12点之后再来谈 比较適合这个 我相信大家下午的时段会讲震惊的话题 那回到库克就是说他以台商来说 我刚才讲到说那个纸盒 会很顺利的滑下来 那库克讲求的是成本跟效率嘛 嗯 我们比较久运以前的事情不讲 就最近这几年呢 库克在努力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分散供应链 嗯 然后呢分散供应商 这也让我们台商很痛苦 你一下子就移情别链 对那以往大家可能认知到就是说 诶 鸿海郑州厂 对 这个是负责iPhone 可以说是几乎是唯一最大的这个生产基地 那为了这个地缘政治的争端 那为了这个疫情的扩散的考量 管理上的发货的考量 现在慢慢的他开始诶 比如说印度生产的iPhone 嗯嗯 然后呢其他地方生产的零组件 慢慢的去重新建构这个以往是以鸿海为主 然后以郑州厂为主 嗯 这样子的供应链秩序 其实这也很合理 就是我相信在后疫情时代 因为现在已经快2023了 嗯 大家一定会告别以前的时代 以前的时代是什么呢 以前的时代就是低通膨 嗯 然后呢嗯 生产效率高 嗯 然后呢啊 冲突少 嗯 但未来的世界 在过去这三年就反过来了 就是说高通膨 嗯 然后呢生产效率相对没那么高 甚至是低落的 然后呢冲突非常的多 人民之间的冲突 哦 劳资之间的冲突 然后呢国家之间的冲突 其实在这三年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 就是这些这些事情 那可是可是Apple 过去这15年 以iPhone开始 嗯 发明为算的话 嗯 这15年之间 它确实是仰赖着一个 以鸿海为中心 嗯 然后一条龙市的供应链当中 有非常多 这个台商的供应商 可能有五六十家 嗯 那每年供应的这个 200大供应商名单里面 有好几十家是台湾人 嗯 那另外还有一些 陆陆续续 这两年看到的 越来越多的是 陆资的供应商 那这些供应商的角色 以前它的发货 它的生产 它的全球的这个 这个运输是非常便利的 但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这个 因为疫情停摆的厂区 然后呢 因为一条货柜轮挡住了全世界的运输 然后呢 这个昨天最新的新闻是什么 昨天最新的新闻是台湾要进口的 龙虾没有地方做 因为现在呢 客机重新还给了旅客 那货机又不够 所以龙虾进不来台湾 大家吃不到龙虾 这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delivery 它开始重新出了问题 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个新闻你也注意到了 对 我们先休息啊 我都没注意到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哈 所以所以 现在人开始变多了 今年感恩节到耶诞节 这个iphone的供应就出了问题 因为郑州厂出了问题 对啦 对那这确实是他已经开始处理 但相信没有那么快能解决的 对 因为他毕竟他一年要做五千万只手机 对啊 所以 嗯 嗯 我我觉得 未来的 欸贾伯斯 呃 过世十年了吗 十年十年刚好十年 对对过世十年 对啊 所以这后这十年当中的 嗯 一些变化 对 好啊 那大家可以谈一下那个吗 嗯 艾夫 嗯艾夫对 对 就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 他他好像有人帮他出过书 我记得 对 然后就就很型男的一个人啊 嗯 对啊就是 他以前好像留比较长的头发 后来就剃掉 嗯 就留很短的头发 嗯 对啊 好待会就讲讲艾夫 他的任何特质啊 讲讲他的经历 欸他也一起跟着贾伯斯 赚很多赚很多 赚很多 然后很不好到到很好啦 对啊 哦 对有人关心到我的头发 对今天有谁抖 今天有谁抖 今天有专 有专 专专专门的 嗯 家里一直跳电 水电师傅来家里看 一千块车马费加检测费 感觉这也不离谱啊 有先说就还好啊 蛤 有先讲有先报教就还好 对啊哎拜托我们现在检测费都三百五百耶 对啊有先有先讲就还好 你以为啊现在没有看免钱的啊 真的 而且本来也就不应该是看免钱的 对啊 嗯 还有人说师傅走过来看看不到二十分钟就五百块 拜托那也是 这也是专业 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太理所当然了 嗯 就是觉得你不应该收这个钱 你只帮我看了五分钟 台湾不重视服务的价钱 对台湾对可是问题是台湾最有机会就是做服务啊 对啊 我们太多细节了 常常就要给一心的负品 哎呦这样 嗯 好 我们要持续跟我们老周来聊一聊这个人啊 其实这个人当然很容易被人家所遗漏了 哈 因为大家会谈贾伯斯会谈库克 但呃有一部分 你少不能会关心他了 哈就是江 这Johnny啊 呃 大家很喜欢叫他艾夫啊 对 可是江鸟是他的名字嘛 是 对啊 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嗯 其实库克跟艾夫的关系 有点疏远 有点疏离 他跟贾伯斯的关系比较深 对 一个是才华洋溢的设计师嘛 嗯 然后一个是 呃这个书里面很有趣啊 因为刚好最近在世界杯嘛 嗯 这本书里面就引述就是 这个苹果的同事说 库克就像是一个无情的控制型的中场 然后这个这个描述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是说他把球 然后把每个人的这个这个控制的时间都都算得非常精准 就是这个库克这个人的特色 那这个艾夫这个人特色就是我刚才提到冷静矜持的这个艺术家 嗯 嗯 那他来到苹果之后呢 就是不久之后这个贾伯斯就重新回来 对对对 任职 然后他就希望去开发出更多能够感动人触动人的产品 那个时候他们推出来一个很鲜艳的颜色 我不知道韵芬姐还记不记得 就是他那个电脑机壳那桌上型的那个荧幕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CRT的 但是他后面的颜色非常的荧光 有些是黄色有些是粉红色 啊 他叫iMac 大概 iMac有这么fancy啊 对对对你刚大概刚出社会的时候 对对对 有跟那个Mac系列比较那个 对然后然后我印象很深是 我应该在高中的时候退出的 然后我有看到他的那个颜色就很鲜艳 因为他跟其他CRT的显示器都一味就是白色的 完全不一样 他有一个很鲜艳的外壳 然后这本书里面是介绍说他用的 即可的那个所有的塑胶原料的价格 报价大概比一般的这个塑胶原料大概贵三倍 嗯 一份大概要60块美元 哇贵三倍耶 但贾伯斯指说能不能够呈现出他的效果 嗯 那如果可以肯定的话OK就采购就买了 然后果然这个iMac就快速的大卖 那也成功的打响了这个贾伯斯回归之后的第一炮 哦这很重要啊 对然后也确立了就是在他的任期内 其实苹果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设计第一 设计优先 能不能够呈现出那个手感 我刚才讲说纸盒滑下来的感觉 哦那个iPhone这个以前那个说不锈钢的边框 甚至是我们刚才在直播的时候提到他的白色 嗯 他的黑色 对对对对 就如果你拿他的白色他的黑色来看的话 其实可能你会觉得说跟比如说衣服的白色 跟纸的白色嗯 都不太一样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在在 有人在那边炫耀炫耀他的白色 炫耀他的白色 对就是在我记得是iPhone4的时候 那个是不锈钢的边框 嗯 那个时候他发货的日期延后了 很多人都等了一阵子 嗯 那后来媒体就报道说 除了他当时有那个天线接听的讯号强弱的问题之外 他的白色 背板的白色其实不如贾伯斯的预期 被他要求那个白色要重调 然后就导致了 你会觉得说OK 一般人就是 这样老公等老婆出门 就是OK 白色跟乳白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告诉我 对那同样的 如果不明不明就理的人一定会觉得就是 库克眼中的白色哦 贾伯斯眼中白色难道跟我的什么不一样吗 就不一样 对 所以就导致就是 他的审美观强烈的不仅是影响 甚至是主导了产品 那而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在成本挂帅 对啊 速度挂帅 制造业一定是成本挂帅 对 他们希望在制造业当中 用这个书本的话来说的话 可以说是希望能够注入新的灵魂 那我们也确实从iPhone这个东西 感受到就是 OK它确实是有灵魂的一个设计 那可是你想想看我现在手上这支是iPhone11 嗯 然后因为我拿旧的 那我帮我老婆买新的 我在这边一定要说一下 我这个要仪表中心一下 然后 新的给老婆用 对对对 这个默默的使用旧机 然后 那你看 这是11 嗯 那除了它多了一颗镜头 然后12、13、14 多了再多一颗镜头 嗯 那它跟当初的iPhone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也是过去这10年 这个库克承受的一个批评 然后这本书 为什么它最后写说 这个Lost is so 对那它灵魂怎么样 它的灵魂去哪 它灵魂离职了嘛 就这么简单 对它离职了 可是好像还是它的顾问嘛 对它签了一个这个 这里面书有披露嘛 就是所谓的黄金降落伞的协议 就在防止 艾夫被三星挖去啊 对对 被华为挖去啊 对对对 然后据说这个 艾夫的离职金高达 美金1亿元 对那艾夫在离开的时候 并没有跟大家讲 欸不是说实在啦 艾夫在这个苹果也打拼30年了吧 对 他说实在没有必要离开啊 你看他是不是因为贾伯斯也过世了 对 他已经也没什么生无可恋了 他有一种失去了这个 我也觉得 战斗主帅的这种痛苦 我也觉得 对不知为何而战 最近选 刚选完嘛 有一种不知为何而战 而且他离开 其实是在贾伯斯过世八年后 也算有情有义了 他没有第二年就 就跑掉 所以我相信贾伯斯的离开 对于艾夫的这个设计挂帅的风格 有很大的影响 那而且在库克 这个公司越来越规模越来越大 他的获利 他的资产负债表 越来越大的同时呢 书里面有提到就是 艾夫无法再忍受 越来越官僚的体制 跟作风 还有越来越多的会议 他说他不想要他的这个 calendar上面 google calendar上面 再全部都被 所有的会议给塞满了 那他的意思就是 他不喜欢库克嘛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 因为贾伯斯比方说 你不管嘛 你只要颜色弄对了 你设计出来 你花多少钱 我都不会管你的 甚至我可能是支持你的 可是库克还是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他有提到 库克很少去设计部门 他尽量不去干扰 那也是一种尊重了 对我也可以说这是产出 但相对来说就是 楚河汉界嘛 你就专心做好 你做好你的东西 那设计部门 我们的影响力的主导力下降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 大家过去这十年一直在批评 就是说iPhone没有创新啊 除了偶尔变大 偶尔变小 然后什么动态岛 两颗三颗四颗镜头 以前不是大陆人有在开玩笑吗 就说这个镜头会两颗三颗 就好像麻将有没有 二桶三桶四桶五桶 以后变五桶六桶七桶 七镜头 就是像麻将排列这样子 那这是一个开玩笑 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变打麻将了你 对 嗯 晚上不是有月 晚上要去演讲 哦 赞赞赞 对我这个有没有化妆 都被人家发现这么明显 有啦我自己也觉得有明显啊 这在镜头下真的无所遁形 像我也觉得自己在镜头前面好像变胖了一点 对啊对啊镜头会变胖啊 对啊 好像变胖了一点 而且我跟你讲 我们这还没什么美肌的 这是这是圆形庇物 你要是没有妆这很可怕 嗯 那我也不管他 反正我也没什么修机 真的 就就人就是这样 那有的时候有化当然会比较好看啊 没有化就没有化 怎样 呵呵呵 像那你会比如说用不同牌子的化妆品 哇我都有化妆师啊 我有安妮啊 对我是说他的他使用的 哦会哦 产品会不一样吗 他们还要去学 他们还要去学 我记得有一次不是那时候推出什么4K电视吗 就因应什么4K8K有没有 然后他们要去学 比方说以前我们的那个粉底液就是用膜 对不对 那他们会有一个喷腔 喷腔 用喷的啊很细很细的喷 哦 这样你的毛细孔才会完全的被抚平 哇这么厉害 嗯就他们要去学啊 好可怜啊 嗯 iPhone每推出新一代创新不多 但价格一直涨 哎呀同棚啊 在乳蛋一颗都15块了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講他要是没推出新的 他才不能涨 嗯 精品都是这样 精品都一定要推出新的 你看皮包不是越来越贵 对 只要是这种 luxury 我听说香奈娜今年涨了十几% 对啊 嗯 好可怕 所以相对之下他好像也没涨那么多 他 对啊你刚刚讲他也不是制造业 他也不是什么服务业 他他应该就是算 我觉得他是一个精品科技啊 嗯他到底算什么 他算一个品牌 对对对 对啊 对 所以他一定会一直涨啊 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 因为所有科技产品都是一直跌 对 讲到这个我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嗯 讲到这个我可以讲一下 嗯 就是 就是 嗯 在我小的时候 嗯 筆电是很贵的 对 海鲜是很便宜的 然后呢 但三十年后到我 跟我小孩讲的时候 白仓是很贵的 欸 但筆电是很便宜 欸 对 好我们要持续跟老周来聊一聊啦 我们还聊到这个灵魂没有了 就是这个艾福要走人了 对 显然他对于库克其实不不 不太开心 对 对嗯 就双方的就是设计部门跟营运部门 营运部门 井水不换 对要求要求成本效率交期 嗯 然后快速然后这个良率高 嗯 但是设计不一样设计可能就是抛光啊等等的 这个细节 这个艾福有个特异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用那个回收过 或是比较 价格低廉的那个塑料原料的话 他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 好厉害喔 对就是大军大军 独眼龙你怎么看得出来 就是他就是看得出来 那人家都看出来 这个白跟那个白不一样啊 对对对 他们他们设计师 我觉得真的在在这个方面是有些 有些特色的 然后 刚才好像观众有看到说 Apple就是每一代都一直涨 对啊 对啊那我刚才有跟韵芬姐讲到就是 嗯 在我小的时候 三十几年前的时候 嗯 恬拉瓦的海鲜是很便宜的 嗯 笔店是很贵的 那当然 但曾几何时等到我 成为中年人的时候呢 恬拉瓦的海鲜是很贵的 但笔店是很便宜的 对 我就跟我小孩讲 他说他就说 你们以前小的时候是怎样 我说我们小时候 白昌过年 现在过年了嘛 白昌是很便宜的 对 现在要千元了 而且又大 嗯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们要 你要买一条过年的白昌 我看你们有两千块是出不来的 哦对 因为周其原是会煮饭的 他是买菜的 所以我相信他的那个市场判断 我太太今天应该不会听 我可以顺便爆料一下 好好 就我太太啊 她是 她跟她有讲过 她跟世界杯一样 她四年煮饭一次 所以 所以很荣幸的 今年又到了世界杯 又可以吃到她煮的饭 我真的是非常开心 她煮饭啊 对对对对 四年煮一次 对对对 然后 大好大败喔 真的 再提供了 不过我同意 哈哈哈哈 对对对 那回来讲这个 我觉得 最后一段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iPhone的诞生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程 这家公司后来在IPO也曾经轰动一时 就是台商TPK 然后 虽然说 有一些人会听到TPK的名字 他会说 现在股价又不怎么样 你跟我讲这个干嘛 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 iPhone之所以能够诞生 跟姜曹瑞先生是 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 就是 在 那个时候呢 姜曹瑞做的是面板的生意 他开发出了一个 一个技术 就是多点触控 多点压力的触控 以前的所谓的触控 其实 就是像是早期的ATM 提款机 你要不要换钞 你要是100块还是500块 还是1000块 以前是单点式的 那良率高 然后但是呢 他没有 没有更多的功能 所以他的使用上是受限的 嗯 那姜曹瑞那个时候 他就开发出了新的产线 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很习惯的 这种压力式的触控 他觉得这个技术超级棒 嗯 就我们现在 这个流行化叫黑科技 嗯 但是 但是 那个时候他的良率还有一些问题 嗯 而且没有人要下单 因为太贵了 嗯 这就是一个互为表里的问题 没有人要下单的话 他的良率就没有办法在实际操练中提高 那他的成本就会一直维持在那边 那么高下不来 那他就在非常困难的时候 他觉得实在快要走投无路了 嗯 然后他就去找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厂商 Nokia 哦 我们在十多年前 对对对 Nokia有非常多的型号 有有 想不到 iPhone就用一个型号消灭了他 数十个型号 那 那江朝瑞就去 就去 找 Nokia总公司 嗯 他說呢 就是被安排在会议室等 等了很久 后来这个 后来就被打发走了 就说啊 你回去 我们评估一下 有消息再告诉你 然后他就 他就只好 只好回到工厂 嗯 然后后来他想一想 他就觉得他要再试试看 因为如果Nokia敢用的话 他相信其他公司一定会敢用 他就鼓起勇气再去一次 Nokia总部 这个时候呢 又被类似吃了闭门羹 啊 他说他就站站在那个会议室旁边 就看那个停车场 嗯 都在下雪 他就想说 我连续两次来被人家这样子 嗯 这样子 到底是要为了什么 然后后来Nokia就跟他说 这个江先生 为什么不用ATM这样子的触控就好了呢 这个 这么便宜 良率又高 你讲的这个科技非常的fancy 非常的有趣 但他好贵 嗯 为什么不用便宜的就好 效率那么好 哦 那江朝伟就知道他就是被拒绝了嘛 对 那他就只好再回去 嗯 他就觉得他有点 这个灰心丧志 嗯 结果想不到想不到 就在那一年的耶诞节之前 嗯 有两个美国人到他们工厂来说 要找Mr. Jiang 哦 然后这两个人呢 苹果的人 对这两个人来的就是说 我们听说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的显示器的科技 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去一趟美国 嗯 然后他还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嗯 但是他就跟着去 没想到他就是要跟 去跟贾伯斯做简报 简报说这个东西 到底可以怎么样改造现在的手机萤幕 后来呢 他们就开始密切的合作 但是经过非常艰苦的开开发的过程 对对对对 开发了据说好几十次 量产失败量产失败 因为当时的面板的技术跟良率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然后呢 最终最终 就在2017 2017年初 1月 我记得1月9号吧 嗯 然后贾伯斯就拿出那一支圆形 然后打了一通电话给艾福 这就是 陈宏作为一个iPhone背后的 经常被忘记的幕后工程的故事 所以 江曹瑞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说 他觉得 他觉得这两个美国人 或者说贾伯斯是他的耶诞老人 嗯 可是 我在那次见到江先生 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跟他说 不对 我觉得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耶诞老人 嗯 因为如果你被Nokia saving 2次 你就放弃了 对 你就不可能遇到这两个人 啊 对 然后他就说嗯好像有道理 嗯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就是 也快要耶诞姐了齁 就是 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些困难啊一些打击的话 还是要给自己再一次机会 嗯 对 你转得好好喔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啊 我每次都很喜欢讲iPhone背后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 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是 So what 就是 失败又怎么样 嗯 你被Nokia拒绝两次又怎么样 嗯 而且说实在的当我们看苹果的时候 我们看的都是台面上的人物 可是你没有想过这些代工厂 他的一个呃辛苦的地方了 对 代工最辛苦的就是说 功成名就都是苹果 对 可是如果苹果有一点瑕疵或一点错 那都是代工的错 都是零组件的错 吊单都是我 对 都是 砍单也是你 对啊 我不要也是你 被除输都是你 对 然后对 最重要就是你太红了我也不行 我也不能被你独占 对 我要再去找新欢 对 现在库克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分散 对 这个很残酷 diversify这件事情就是 红海也要分散 然后华硕 和硕也要分散 每一家都要分散 不是只有组装哦 嗯 很多的原件都要分散 因为毕竟他跟贾伯斯不一样 库克最擅长的就是什么 营运管理 营运管理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什么 就是成本 我不能被你独占 所以我要分一个 对 我要复制你的能耐在他身上 那最好是他在越南 你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你在印度他在中国大陆 嗯 最好是连地区都分开 彼此都不见面 这是苹果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 地区上面的分散 供应商上面的分散 可能我们接下来 还会看到更多的路商 出现在他200大的供应商的名单里面 嗯 对 这是台湾我觉得避不开的一个挑战 以前确实都是这些非常杰出的 台商电子业 在做供应的角色 但随着这些台商慢慢的老去 他们的第二代也许不愿意接班 哦 所以其实这本书谈的是接班 但我们今天有 有一点点来不及 就是说接班是非常困难的 困难 对接班的失败率 可能是都高达百分之六七十 每一次失败都会让企业失去 相当一部分的市值 所以接班 我觉得库克作为一个接班人 他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他也碰到了他这一代的极限 我觉得苹果到这个情况已经极限了 有台商 我最后也爆料一下 有台商曾经公开在记者会上面说 最慢2024年我们就会看到Apple Car 可是汽车跟iPhone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非常高难度的 所以我们我真的觉得 这是这个在库克人内可能看不到 对的确 因为只听到那个楼梯响 真的一次次没有看到人下来 也没看到车的一个状况了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周启元老周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 这么厚重的一本书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啊 你就不用看这么多书 你就可以了解 苹果他的灵魂到底去哪里 他出什么样的问题 谢谢老周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